李醫師 外龍醫師 這是老道兩位同台 你要問一下你們覺得 你們兩位誰玩遊戲比較厲害 一定是他 怎麼可能是我 我平常很少玩遊戲耶 真的嗎 我相信你一定頭腦跟手腳 都比我機靈太多了 我已經進入 準備進入老年狀態了 我們有差這麼多嗎 你幾歲 我還沒40 我已經55塊56了 還沒60啊 還沒60 但是我希望我永遠為止在年輕 不錯 很好 小時候會希望自己趕快長大 但是上了年紀啊 會希望自己不要老得太快 希望時間趕快停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在講 健康很重要 健康會讓我們後面的日子 過得很開心 過得很平順 所以今天也算是一個 世代對談 我先抽囉 那威龍先幫我們抽一下 敬老尊賢嘛 是心臟 抽到心臟 要先放進去對不對 我要非常的小心翼翼 因為我不想被處罰 這樣算成功囉 成功了 大家想到心臟都會覺得怕什麼呢 會以為是怕很油的東西 或者擋固醇過高 沒有錯 這個觀念是正確的 但事實上心臟除了怕擋固醇 怕油脂以外 其實他更怕糖 為什麼 因為我們血液中的糖過高 會讓我們身體發炎 包含血管會發炎 就像我們一條水溝啊 如果水溝壁非常的平整 那即使有很多的雜草啦 淤泥流過去 都可以流得很平順 但今天水溝壁啊 如果有凹凸不平 即使的雜草只有一點點 也容易卡在那邊 造成阻塞 所以今天我們血糖如果過高 那血管壁發炎 就會凹凸不平 所以我們擋固醇即使沒有很高 只有高一點點 也容易堆在那裡 造成血管疏塞 就造成我們常說的這個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塞啦 或腦中風 所以事實上 心臟更怕的是血糖 那 另外根據衛福部的統計資料啊 如果你一旦被診斷糖尿病 產生這個關心病的比率 會是一般人的兩倍 那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 一旦罹患了冠狀動脈心臟病 你的死亡率 會是一般人的四十倍 對 所以我們要更在乎控制血糖 找一部關心膽固醇 是預防心血管疾病的關鍵之一 我準備了一份平衡膽固醇的懶人包 現在點擊右上方按鈕 立即領取喔 那 醫師我的講解還好嗎 蠻厲害的 那所以就要處罰你抽真心話了 這是重點 來 我來抽一張好了 這一題是 當醫師或當爸爸 哪個比較難 哇 這一題 題目有點難回答喔 現階段我當父親 當爸爸 或是醫師 哪個比較難的話 我會覺得當爸爸比較難 其實我覺得當醫師 跟當爸爸的 某種程度上是有點像 比如說我們當醫師 就是陪伴我們的客戶 或是病人 從一個比較衰老 或是老化 或是有疾病 或是接近死亡的狀態 我們把它拉回來 回到一個健康 或是強壯 可以自己去生活的狀況 那當父親或當爸爸的角色就是 陪著你的小孩 從比較稚嫩 比較幼稚的時候 讓他可以成長 茁壯 然後獨立自主 然後讓他可以自己去 享受他的生活 甚至超越我們的 下一代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 醫生跟父親的角色很像 都是在陪伴 協助 沒錯 或者是引導 而且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現象是 比如說我們在門診 我們看到一個客戶可能 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 或是一個月之後回來 我瘦的很多 我們都覺得改變很大 我抽寫數據變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就會鼓勵他 讚美他 可是因為小孩 他就是隨時都在我們身邊 那相處久的時候你就很難 很仔細地去觀察到他這些 長時間下來的這種成長 或是改變 或是成熟 那我們看到的比較反而多是他的 我們認為有偏差 或者沒做好的地方 那這時候可能你那些贊美 鼓勵 或是引導陪伴 就會不會那麼多 反而會比較去放大那一些 缺點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 父母或是比較像家長的角色 有時候也會 會很難這樣做 我也是百分之一千的認同 就像剛剛李醫師提到的 有時候我們每天陪著自己的小孩 你不容易去發現他的優點或進步 我們看到的都是缺點 當然還有我們當爸爸的 總是希望好還要更好 對 所以永遠在你的心中 就覺得他做得還不夠棒 對 所以我常常會有這種感受 就是我們在陪伴我們的病人 我們是一種理性會稍微大於感性 對 沒錯 但是當爸爸的時候 感性也許會大於理性 所以你看古人常常講一句話 叫做一指而交 就是我們在陪伴自己的小孩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很難用一個鼓勵 或者讚美的角度 我們永遠希望他好 當然換個角度是 我們希望自己的小孩好 所以我們很難去誇獎他 但是我想李醫師應該有感覺就是 你的小孩事實上有一些成績的時候 其實你是感動跟開心在心疼 但是有時候我們很難講出讚美的話 對 我們希望再講一些希望他可以更進步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練習 其實這個真心話雖然是給李醫師回答的 不過我想附和一下我個人也覺得 當爸爸比當醫師難上一千倍 甚至一萬倍 那我先來抽一張卡片 這個是腎臟 這是我們的腰子 腎臟在哪裡 你糟糕了 要回去重新唸醫學系 因為腎臟躲在比較後腹腔 所以他會比較深一點點 OK 沒問題 腎臟怕什麼 我覺得腎臟怕三個字 糖老鴨 什麼意思 糖老鴨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是糖分 血糖 我們說台灣其實是一個洗腎王國 我們台灣那個洗腎的人口 分發生率算是在全世界是第一名 那你再仔細去看這些 我們洗腎的這些國人同胞 他們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是糖尿病 像2021年的那個腎臟病 台灣的年報就指出 洗腎的人有糖尿病的比例高達46.8% 還是47步驚 非常高 特別是男生有將近一半都是糖尿病 那如果再往前回推說他要進入洗腎的前一年 他發生什麼事情 主診斷 糖尿病的比例也是在4成6 4成7以上 這個數據很驚人 對 而且特別是年紀越大開始洗腎的糖尿病的比例越高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的腎臟的器官如果長時間泡在糖水裡面的話 他受損的程度就會越來越重 就像腎臟我們是一個像濾水器 我都有一個構造 把一些不好的一些代謝物啊 過濾出去 就是他把一些需要的東西留下來 可是一旦這個濾網常常泡在糖水裡面的時候 這個濾網裡面的一些小濾網像腎氏球 它可能就會有硬化 或受損或是老化的風險 它這過濾的功能當然就會受影響 慢慢的腎臟功能開始下降之後開始起床 所以我覺得糖尿病這件事情 跟我們腎臟是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就像剛才威龍醫師說的 心臟最怕的是血糖糖尿病 其實腎臟也是一樣的 這也是我們在門診常跟我們客人說 那我現在血糖不控制我也沒感覺啊 我現在不減重我也沒感覺啊 可是你久了之後你最怕的就是你這些重要的器官 不管是心臟或腎臟 然後那衛生病下面有提到肝臟 這些重要器官其實都容易受到影響 這才是為什麼我們要去控制血糖 改善健康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原因 老的話就是這個自己意思就是說 你很多生活的習慣 都會讓你的腎臟老化的特別快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大部分的上班族的狀況就是 酒坐少喝水又喝飲料 甚至有時候一忙起來我們就憋尿 甚至到一下枕之後才去上廁所 憋尿這事情會造成蜜藥道 跟腎臟很大的一個感染或是負擔 所以光是這樣就中了事項 如果你在那邊熬夜又追劇 然後追劇的時候吃一點宵夜喝一點小酒 那這些生活習慣又會讓你身體容易發炎 那腎臟又會加速它的老化 所以我覺得這些日常的生活習慣是 腎臟容易老化衰退很快的原因 那第三個壓其實就是高血壓 就是我們這樣血糖血壓真的很傷身 你就想像說你的腎臟這一個濾水器 長時間這麼高壓 那那個濾水器的水管一定很早就會硬化或是狹窄 就跟心臟一樣 那能夠過濾出來的水量就慢慢就會受影響 所以腎臟就會開始有損傷 腎功能就更多會下降 我們一般人可能會以為說吃太鹹 最重要的其實是剛才說的 吃太甜 吃心甜 吃心甜比吃心鹹更嚴重 而且剛剛李醫師講到一個我非常百分之百認同 因為這些現象可能都沒有症狀 對 所以我們一般人容易忽略 對 它就是我們講的代謝症候群 根本就是一個無聲的沒有感覺的一個病 但等到有感覺的時候都已經是很嚴重 對 就像是你腎臟真的已經壞到比較嚴重末期的腎病病 或是甚至需要洗腎的時候 不見得你有感覺 對 所以我們升級這些器官其實都是很拼命在幫你工作 但是你沒有感覺 它一直在應付你的狀況 等到有感覺的時候都已經是很嚴重 對 那已經很嚴重 所以要記得定期去檢視自己的身體健康 真的是很重要 哇 那它答對了是我要抽嗎 你要抽一題 你要抽一題 你會不會覺得社會對於身材的要求太嚴格 我覺得這一題我很適合回答 因為大家知道我以前是胖的嘛 我身高不高 那以前我最胖的時候大概有85公斤 所以那時候體脂率是很高的 大概有34、35 那BMI當然是破表啦 那時候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買衣服 特別是買褲子 因為衣服就是T恤嘛 我就是買大號的就好了 但是買褲子對我來講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而且我要鼓起勇氣 因為我買不到我的腰圍的褲子 不是沒有你的尺寸 對 或是即使買得到我要買特別大號 然後去改短 所以那時候買衣服其實對我是一個壓力 所以社會對於體重過重了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要求 倒不是說要求 但是也許你自己心裡就會有一些 有形無形的壓 對 另外有一點也讓我感觸比較深 那時候我有時候要打高 因為剛開始運作的時候 捷運的座位還OK 但公車的座位因為兩個人坐嘛 所以我如果坐下去旁邊的人可能會有壓力 那也許旁邊的人不是有這個意思 但是你自己會給自己壓力 怕人家給我不好的眼光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心裡壓力是很大的 我也可以分享一個我以前的遭遇就是 我以前在醫院也是胖到九十幾公斤 然後那時候我們醫院的電梯非常難等 然後每次只要過重的聲音一逼 你就會想看一下自己 我自己就主動走出去 後來我就不答了 因為我覺得壓力非常大 或是你在電梯 最後可能剩兩三個位置的時候 你最會想說要不要進去 可能進去就叫了 所以後來就決定走樓梯 而且這個在 不管是台灣或是華人或是亞洲 其實都很常見 像我之前有看到一個研究 它是說 日本的女生有五分之一的人是體重過輕的 所以有可能某部分是因為我們社會 特別是對女性有一種過於體態上的 所以讓她們吃掉球就更多 對或者是這種社會整個氛圍之下 他們變成狀況 而且這種狀況反而會讓他們進入一種 不是那麼身體健康的狀態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相對於體重過輕 伴隨著這些健康固執代謝的問題 前兩天悶診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減重的朋友回來回診 那他進來他自己就先跟我道歉 說他這次出國亂吃 他體重沒有下降 他自己也給自己壓力 其實我都覺得不需要這樣給自己壓力 只要我們有穩穩的前進 甚至有時候停滯都是正常的 對 而且我們主要講的是一個 健康的體重跟體態跟體組的狀況 不見得是那個體重的數字 或是你外表這個樣貌 可以去決定你這個人的狀況 對 真的 我常常會這樣講就是 我們做100分只做兩個月 我還寧願我們做80分 但是做一輩子 對 我相信離世在門診也是這個感受 OK 那我們下一題嗎 沒有 再來是驚喜關卡 驚喜關卡 喔 對 XX壓力好大 XX 我剛好有講髒話 我剛剛有講髒話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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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应该是比我更老一个世代才对 玩游戏的技巧这么差 完全不会玩 不知道在接什么 好那这样就要处罚你抽一个真心话啰 我来答一题好了 要答哪一题 等一下 我们不要按照小编的规定 你抽我这边的 题目可能会比较特别 会不会有什么陷阱 对 这样反而比较有趣 如果不当医师 你想做哪种工作 这个蛮有意思 这个蛮有意思的 对 我如果不当医师的话 我应该会想当厨师 厨师 无论是不是厨师 就是在下厨或是烹饪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照顾的形式 也就是说你从认识食物 烹调食物 然后到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对身心灵都是很疗愈的事情 我整个会很专注而且很平静 这种静心的状态不是 做其他事情可以很轻易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非常的享受 然后第二个是我自己后来再去 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烹调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持久的释放很多健康的多巴胺 这个健康美味料理 其实就会让我有很大的满足感 然后或者是你看了家人把它吃了之后 或是小孩吃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他们也是觉得很满足很幸福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多巴胺是很健康而且很持久的 这个题目虽然是你抽我也好想回答 因为我看了非常有感触 魏龙想要当什么 我更想要当的是时尚设计师 设计师 对我喜欢设计女生的包包 女生的衣服 所以如果认识我跟我跟我比较要好的朋友 都会知道我以前房间里面 会放满了GQ或者各种时尚的女性的杂志 我对那些东西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是好美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没有当医师 这个我会非常喜欢去做这个工作 这个偷偷讲一下小秘密 像我的太太就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以前她去买衣服 我会想很多男生可能不喜欢陪另外一半去买衣服 但是我非常喜欢 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因为我在帮她挑这些时尚的衣服 穿在她身上 然后那个感觉我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很美 听起来很厉害 下次说明威龙可以分享一下 好有一天如果发现我停诊了 就是我跑去当设计师了 就很快在一个国际大秀看到你的身影 希望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会跟初日医学来一场合作 就是减重跟时尚的合作这个计划 好我们这一集呢 器官怕什么其实聊得非常多 从器官怕什么聊到我们对于一些生活啊 职业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非常有收获非常棒 那我下一个要点名的是 试试医师 然后来跟我们聊一下器官怕什么 那我就点我们高雄的生力军 最美的女医师范医师 范医师 OK好 所以我们期待范医师跟司机来一场 器官怕什么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那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呢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加入官方Net 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哦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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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